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Sara 今天呢,是一個新品 Get Ready With Me 有非常非常多的東西,我們就先廢話不多 直接進入影片吧 來,首先我們就先來把這兩個講一下 這個是ET 完全不知道怎麼唸 來看一下它的中文 所以呢,首先第一個我要來講這兩個 就是一個護手霜,然後一個是護甲霜 他們其實是做指甲油的品牌 之前都沒有說過他們的公關品行會 手都是做光療,所以他們就想說寄給我 也是沒有任何的意義 但他們一出了這個以後,他們就馬上聯絡我 所以我很開心 第一個這個是他們家的護甲霜 我個人是覺得很像我在做指甲的時候 他們就是會塗在指甲這附近 有點像紫緣油那樣不過乳狀嗎 好喜歡它的味道 是那種清新的香味 我其實這個摸起來我就覺得已經有點像是 護手霜的那種感覺 感覺它當護手霜也不錯 好香,我喜歡它的味道 這個是Nail Cream 那接下來我要來進入他們家的護手霜 護手霜呢這就很大一條 它就是HAND CREAM 它包裝其實長得很像 好,那我就直接把它 擠了很多 所以我的垃圾桶上面 因為我組裝的方式錯了 它就有一根鐵絲是凸出來的 所以我時不時呢 這個地方就是會刮傷一下 對 我覺得它這個護手霜呢 就是比它的那個指甲霜還要再更黏一點 然後味道 味道很像 然後好像還比較淡一點點 指甲霜比較再濃一點 好,那我們首先呢 我剛剛稍微把手上的護手霜 差一點到大腿上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來上妝前乳 好,那我們第一個呢 是要來用這個新的 這是NARS他們的妝前乳 它叫做Soft Matte Primer 它是比較霧面型的 我自己的感覺是齁 它還是感受起來很保濕 但可能有點控油的效果 那我的話就是鼻子兩邊 比較容易出油 所以我先上個一邊 來給它試試看 貌似有好一點 還是我只是把油抹掉了 I don't know 但是我覺得摸起來還是非常的保濕耶 就感覺是一個乾肌也可以用的 霧面的妝前乳 不是那種毛孔隱形的那種質地 它整個就是那種雙乳狀質地 我現在的第一項是覺得很好推 然後質地很清爽 好讓我們來進入我們的粉底的部分 今天沒有新品的粉底液 所以我其實就是有買了一個這個 Jabbing Disho 反正名字會放在下面 這就是一個韓國的 聽說很厲害的一個氣墊粉餅 那這是它的包裝的樣子 我覺得很可愛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殼 它另外的殼是長這樣 然後你們是這個空的 這是它的殼 它的殼有選擇 但我比較喜歡這個 就看起來有點像是假的皮革的質地 我喜歡 就是很很有個性的感覺 但它沒有那個暗 然後可以打開的那種 它是直接這樣子打開 就直接 嗯哼 然後呢 它的粉撲很厚狀耶 就是很厚狀 就是它摸起來就是很厚實 我今天的話 因為我還有這個 這個是 點菸汁它們新的粉撲 台北紅鶴 絨毛斜切美妝蛋 這個我等一下再去弄濕 然後我這邊就是直接先用它裡面的粉撲來上 半邊給大家看 我已經把它那個 一開始那個貼紙撕掉了 但其實我還沒有摸摸它 我也不知道撕掉幹嘛 就是看一下 可能看色號對不對吧 我的色號是21 然後我就直接沾 喔 可以沾很多 那就先 喔 有一點點黃 有一點偏深 死巴拉細耶 這個妝感 讓我看 喔這個妝感 很漂亮耶 我看能不能疊加 這也會是我的重點之一 我這粉撲好好用 很飽和的感覺 因為其他我用過的一些氣墊 它們裡面的粉撲都有點扁嗎 比較薄一點 它是可以疊加 但是不會到完全遮住 但你看 可以看我的雀斑 已經淡很多了 你看 那個皮膚質感 很漂亮耶 好我們先看到影片最後它的持妝度怎麼樣再說 啊我剛剛原本要 我剛剛原本要用這個定胭脂的美妝蛋完全忘記了 所以呢這個美妝蛋呢我就拿來定妝好了 定妝 那定妝的部分呢 我要兩邊用不一樣的 定妝粉 應該說一個是粉餅 一個是蜜粉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 先來跟大家說一下這個好了 這個是Laura Mercier 他們家最新的就是有光澤的蜜粉 那我個人呢 沒有想要使用它來定全臉的妝 因為 大家看不到嗎 因為它根本就是一個打亮 它會讓整個臉看起來 金光閃閃 有點像那個雜貝當郎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先來使用 我們今天有收到另外一個 這是蘭蔻他們家的新的粉餅 外包裝是白色的 很有質感很有氣質 然後這邊 不知道是鏡子還是怎樣 反正這樣打開就可以看到粉餅在裡面 這粉餅看起來是有點偏黃 所以 那我們先試試看 它這個粉撲也是一面是那種毛毛的那種 是我喜歡的 我就先用這個粉撲 然後上一點點在脖子這邊 因為我覺得它會 顏色會很深 果不其然 黃色的 這顏色不行 我只能說 因為顏色實在是 可以看到我把這邊有塊橘色 不夠適合 所以我們今天就 就先不用那個定妝 那我們這邊接下來有這個是 完美日姬他們家的 控油散粉 它裡面是一個毛茸茸的這個粉撲 今天的開箱裡面 只要有包含完美日姬的產品 都是合作 對我們今天就是一個自入合作 但是我今天都是第一印象使用 然後就是直接跟你們說 我真正的心得 不知道它這樣子到處亂灑出來是正常還是不正常 那我要來使用這個 點菸汁的美妝蛋 然後直接就先沾一堆 它這個蜜粉 就是那種全透明 摸起來像肺子粉的那種 所以呢 我個人就是覺得 定妝的那個部分 會看起來 不知道為什麼啦 遮起來這個地方 看起來小小 一上上去就變暗沉的那種感覺 我們把剩餘的稍微這樣按一下眼皮就好 我們眼皮等一下要上眼影 不想把它定得太霧 稍微就好 然後跟另一邊 然後這個點菸汁這個蛋呢 它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它這裡這個地方是 一般美妝蛋的質地 然後其他面都是毛茸茸的 它的蜜粉有個香味 那我這個眼睛部分的地方 我就用這個霧面控油的蜜粉去定 那剛剛有提到這個 Laura Mercier的這個 非常閃亮的蜜粉 它真的很像那種很細緻的打亮粉 那我就用這個蜜粉來上 我們臉部其他的定妝 我們蘭蔻有一支這個 02號刷 我不知道是不是新的 但是它就是跟著剛剛那個粉餅一起寄給我 但是剛剛那個粉餅實在顏色太深 嗯 嗯 喔 這個是在joking欸 哇 這個是玩笑嗎 What 這是打亮粉 這是打亮鬆粉欸 你只有看到這邊 然後這裡有個 哇靠有個 因為之前有人問過 搭配不是有光澤款嗎 不是這種 搭配那個只是讓你的皮膚看起來比較 沒有那麼霧感 然後比較不會乾的 這個是 這個是打亮粉欸 我先拿它來打亮看看 反正都這樣了嘛 是不是 它就是打亮粉啊 欸整臉定就真的是 欸 Full Face Highlighter Challenge欸 我的天啊 喔齁 等等 不行 這樣不行 本人無法接受 我的底妝就長這樣 非常的不可以 再回到剛剛的氣墊粉膚 再重新蓋一層 這邊的妝會看起來很怪 但 不行 這個打亮不行 這樣蓋過以後 妝感其實看起來還是漂亮的欸 非常神奇 但是 Oh My God 這是一罐超大罐的 鬆粉打亮欸 我完全不推 除非你真的是想要看起來像 雜倍當人 好喔 那我們回來還是繼續用 我們的 完美日記的這一塊 正常的繼續定妝 好 我們粉餅也吃吧 因為粉餅顏色太深了 所以我們今天的底妝就是 剛剛的氣墊粉餅 然後跟 這個 完美日記他們家的蜜粉 完美日記他們家的蜜粉 我個人是覺得很不錯 整個臉摸起來多麼的細緻啊 雖然就是像肺子粉的那種感覺 這邊呢其實 妝感還是不難看欸 我原本以為這邊已經完蛋了 死定了 但是 不知道是因為粉質還是那個 氣墊粉底的那個質感很好 這樣子疊加以後沒有出什麼事情 沒問題 我們先這樣 那麼 其實呢 我這邊有 MAKE UP BY MARIO 他們家的這個 修容棒跟腮紅棒 腮紅棒 腮紅棒今天應該是用不了 所以我就是 給大家看一下 我買的這個顏色是 Dusty Rose 然後呢 我個人覺得他們的品質不是很好 我一打開 它裡面就是這種 被撞到的一個痕跡 然後它的邊緣都沒有切得很漂亮 那這個顏色呢 就是 喔就是很漂亮 很漂亮 只是地摸起來 算是偏黏的欸 不是慕斯狀 怎麼感覺不是很好暈開 我現在是推得很大力 但是我如果這是在 有妝的情況下推的話 妝一定會一起被帶起來 好那我今天其實主要是要來使用他們的修容 那這個修容我的顏色是Light 然後一樣打開呢 裡面就是 邊緣的這個粗列的線條 就是 就品質 沒有到非常好 那它的顏色物 中間色調 不偏太暖也不偏冷 比較Bronzer 而不是contour的那種感覺 我的話我不想要直接塗在上面 因為我覺得有一點點危險 就是我怕妝會帶起來 我就直接用剛剛蘭蔻的這支刷子 然後蒸蒸蒸 然後這樣用點的 其他人我相信他們都是用 直接塗上去然後再暈開 但我對這個東西 不是那麼的有自信 但 Raw Beauty Christy跟Kathleen Line都說 很好用 有點久了我知道 真的是不錯 就是很好暈開呢 我們需要進看 我覺得真的很不錯耶 顏色也很不錯耶 完了 前面雖然被它的包裝 嚇得屁滾尿流 但東西 好用好像還是個事實耶 天哪 大家為什麼都不可以把事情 就是整個做好呢 我記得MAKE UP BY MARIO 它之前的包裝是還蠻精美的啊 就是至少不會有那種Key感的那種感覺 然後這刷子還真好用耶 剛好拿來配這個修容霜 形狀也太剛好了吧 還有兩邊 另外一邊不知道哪一個嗎 暈眼影嗎 那我來大膽一點試試看 比較小的這邊的刷子 然後來上上看我們的鼻影修容 我覺得這邊我想要再多加一點 所以我再沾用了一點點個幾下 好 我先用到這邊為止 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也不算是太會控制霜狀產品的人 所以 我先給它一個還不錯的評語 但 我多刷了幾次以後發現 它開始有一點點在卡色 但是原本霜狀這個東西 就不應該刷那麼多次 我剛剛是一個 有點得意忘形的狀態 我剛剛只是後一天想到 就先上修容了 因為其實修容應該在我粉底還沒定妝之前 就使用 但就是 就是上 whatever 好那既然我這邊的修容都已經先上了 我就來上 另外一邊的修容 因為我們還有另外一個產品 是NARS的這個 沈透水光夾彩修容盤 如果念錯的話 請在下面用力的 因為I don't care 我打開過 但是其實我問今天是這個顏色 它是個霓虹 霓虹的pink 還是coral 霓虹的珊瑚色 好美喔 喔好美喔 喔 我先試色一下 喔好像沒有試色欸 不過很抱歉 這個顏色很漂亮欸 我覺得這個拿來當胸肉身應該蠻美的 可是看起來有點偏深 那我就來再試這個顏色 好像是腮紅色 嗯很不顯眼 然後加上我的手臂曬黑曬得蠻嚴重的 所以 好那再來是這個比較深的顏色 今天腮紅 說不定是可以使用它 喔這顏色漂亮耶 嗯 美麗 好那我的話就是要來用這邊這個修容 直接點這個 我摸得出來它的顯色度沒有很強 所以這對修容來說是好的 就是因為修容這種東西 就是應該少量多上 然後慢慢修出那個感覺 那當然我取的量還是比一般的人還要多 所以我上起來會比較快 這個修容就是 NAS正常發揮 就是很好用 粉質非常的細 但比起這邊它顏色再偏黃一點 就是比較有那種sun kiss的那種感覺 很美很美 然後順便就是這邊就是摸一下 然後呢 我就直接順便用剛剛那個刷子 然後看一下鼻影修容 稍微帶到一下 好 那這是我們修容先完成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來進入這盤眼影盤 我自己是挑要使用這盤眼影盤來畫今天的眼妝 然後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封面 就首先 先讓我覺得很漂亮 然後加上我們家的coffee 真的長得很像狐狸 就是它不是那種肥肥臉的就是柴犬 它就是一隻狐狸柴 所以我對這個封面頗有好感 那我呢都還沒有使用過 但是你看顏色就知道了 喔 實用 實用都爆 我現在馬上刷色 然後馬上跟你們說 我對於這盤的心得 OK 大家來看一下它的這個刷色 喔 非常的漂亮 它的霧面也是非常的顯色 但它不是那種濃稠的霧面 你知道嗎 它不是那種顯色度是超級無敵高 上上去會有點不受控 它是比較好控制的那種 因為如果我刷起來 我就可以感覺出來它的濃淡度 就用咖啡來講的話 就是有點比較淡一點點 絕對不是太清淡 是淡一點點的那種 我個人可能就比較不喜歡這個顏色吧 這個叫什麼 Heal 這個顏色就是鬆散的那種亮片粉 然後我就覺得用的時候會掉到處都是 但是如果你有用定妝噴霧的話 這個顏色一定會超閃 因為從這樣看你就看得出來 它到底有多閃了吧 就我自己剛剛摸起來就覺得好閃 除此之外呢 這兩個金屬色也是比較大亮片 但它們就沒有剛剛那個那麼散 然後這個是非常漂亮的那種 比較細的金屬色 裡面所有霧面都 誰知道呢 說不定上在眼睛上就是沒有那麼厲害 但是刷色刷起來跟我以前對它們的印象 應該照理來講是會很不錯 它們很厲害喔 附一個這個刷子 我記得好像一直都有 它另外一邊這個是有點像眉刷的東西 然後這邊是一般的眼影刷耶 但是我這個化妝化那麼濃的人 我還是需要一個大實一點刷子 那我今天就來畫一個比較紅色 楓葉色調的顏色好了 那第一個我就來使用這一個顏色 這顏色好像比較燙耶 是無禮的舌頭的意思嗎 抓色很好但掉色也是偏重 這顯色度不錯 我之前是有用到幾盤 我覺得它們霧面的顯色度就是 不是不好真的 我跟你講霧面顯色度不好就是什麼都看不到 但它們就是清淡 比較沒有那種黏著力 像這個的黏著力就很好 一上上去就 好我同一個顏色呢 我就直接上到眼睛下面 把它延伸過來 我再用一個比較小隻的刷子來上 像我剛剛說的眼下這個地方 有沒有 這樣子的暈染就很漂亮耶 但現在我只是用最淺的顏色 好那我的話就是用這個跟淺色 稍微小小的混一下 邊界的地方 把它整個暈上去 畫眼妝就有點像畫畫一樣 你某個工具用熟了之後 使用它的熟悉度變高 你就可以開始各種自由花費 開始各種自由花費 花費 開始各種自由發揮 天啊 我是不是腦袋有問題了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就是要來進入這個 它旁邊這個 感覺就是比它還要深的紅色 好 看它的那個抓色度也很好 悄悄 記得要悄悄 好漂亮喔 而且上起來就是覺得很順利 心情我自己啦 會變好 好的那下一個我要來進入 就是最深的紅色 就是最深的紅色 我先試試看 如果不夠深我再加咖啡色 喔 很深耶 因為為了想要就是讓它很深 我不用敲的 我用稍微吹的 讓它多餘的粉 不要直接掉下來 這樣一沾就超深 好歹 旁邊一定要有乾淨的刷子 去做輔助 但你如果沒有畫那麼濃的話 其實不用 但OMG你看看那個漸層 我自己是很喜歡啦 你覺得呢 好漂亮 I like it 那我就來沾 那我就來沾 剛剛這個顏色 再到下面來一點點 喔 我喜斑 那我想要先來進入 我覺得今天這個 比較細的金屬色 這個顏色很漂亮 但這顏色比較沒有辦法到高閃 它可以做個打底 我看到那個金屬非常的服貼 所以它很細啦 但它還是沒有辦法 讓人家有那種高閃的效果 其實我比較想要再加 我剛剛說 我覺得比較閃的那個 亮片色 但是我要加定妝噴霧 我先用手指直接上給大家看好了 就我剛剛說的這個 比較閃的這個亮片色 它是這樣 但是 我不知道 說不定它不會掉 有掉 但沒有和我想像中的多 然後 不夠閃啦 我這邊 也上一點點看看 但當然一般來說 這樣子眼妝已經非常漂亮 但是 You know me 我是Sara 所以 那個亮 要亮到就是 人家會有點快要瞎掉的那種感覺 好 那我的話 丁妝噴霧 我就直接先放在刷子上 然後直接沾取 它是亮 閃亮的那種亮片光澤啦 WOW 那當然要回到我們剛剛的那個刷子 回到這個粉色的顏色 然後把它中間稍微再暈一下 就那個霧面色不可以被蓋掉 我啦 我自己不喜歡它被蓋掉 剛剛我上的那個亮片色 我也想要上一點到眼下 那這些眼妝的部分 我剛才覺得這盤 我覺得這盤的質感真的很好欸 這個眼妝非常的美 那我現在就先來上一下我們眼線的部分 眼線呢 我們這邊也有剛剛跟那個NAS 眼影盤一起出的 猜猜這是什麼 眼線筆沒有錯 超大一隻 結果裡面就有一隻小小隻的眼線筆 他剛剛寄過來的時候 我還想說 是什麼 該不會是 我也不知道這會是什麼 刷子之類的 或者是新的妝前乳之類的 結果他是一隻這麼小隻的 一般size啦 不是這麼小隻的眼線 然後他的眼線有點特別 他的頭是這樣 這裡是扁的 轉過來是細的 Did you see? 扁 扁 扁 細 非常非常特殊的設計 那我 使用過一次 不難用 說實在 不難用 莫名其妙齁 這隻眼線筆還蠻好用的 莫名的有點順利欸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明明他還有一點這樣子小小的岔開 你看得出來嗎 就他的頭 有一點點小小的岔開 但他為什麼 就蠻好用的 我覺得好用那個部分有可能 是錯覺 因為我畫這邊會有特別不上手的感覺 但也有可能是因為練習不夠 他出水量非常的完美 刷子也一點都不硬 非常柔軟 柔軟度剛剛好 就是他的形狀我可能不是很習慣 他眼頭莫名的非常的好畫 尤其是你如果知道你是這樣 橫的扁的這樣去畫的話 眼頭真的是幾秒鐘 剛剛真的是幾秒鐘 他就好了 非常漂亮 讚喔 那我來稍微上一下 這個其實是舊的 這個是etude 他們的睫毛膏 然後很多人都跟我說非常好用 然後我記得我之前好像有使用過 就是覺得還好 好我覺得他的睫毛膏就是 沒有到很延長的那個效果 要畫很多層 然後不知道怎麼講 反正就是覺得很普通 不是不好用 普通 今天我要來貼這個 babysecret信息給我的 這個是s2 我不知道s2是什麼意思啊 但是我覺得 這個型號看起來蠻美的 所以我來貼貼看 好這是我把睫毛上完 回來了 剛剛這個睫毛是s2 其實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平常一直在戴的那個 因為我覺得有點像 但有沒有到太像 我不知道 但我很喜歡 看起來非常的sexy 妹妹頭一放下來之後 就突然間覺得 剛剛那個眼妝的氣勢就不見了 看起來殺傷力整個事實吧 好的所以這就是我們今天用完美日記 這盤狐狸盤畫出來的眼妝 我個人覺得這盤非常的漂亮 這盤我比那個紅鶴那盤還要喜歡很多 因為紅鶴那盤我覺得就不錯 但就是粉質就是普通 但這個粉質是好用 就是真的真的好用 而且封面也很可愛 我喜歡 封面我喜歡啦 紅鶴那盤封面其實也很漂亮 但如果要做粉質的話 這盤 好的那接下來的話我們眼影 我會想來用講的 然後跟畫面上 我有畫了一支眼妝來講這一盤 那是持續山形九色眼影盤 我跟你說這一盤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好愛它的配色 就是我那時候看到網路上有人在傳的時候 就那時候還沒上市喔 有人在傳的時候我就覺得天哪 這個配色也太漂亮了吧 就我不知道為什麼它就是偏冷色的眼影盤 但它就是好漂亮 好吸引我 然後我一試色就發現 OMG就是真的很美 我有另外就是用這一盤畫了個眼妝 它的刷色 它的刷色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這邊也會放圖 就是做一個比較完整的刷色 它的刷色很漂亮 但我必須跟大家就是講的是 它可能會有一點過度顯色 就是你如果沒有好好控制的話 很容易畫得很髒 就是尤其是你如果有碰到這個綠色的話 但是我覺得買這盤的人 應該就是為了那個綠色而買的 所以這盤綠色還是一樣好暈 因為我第一次畫的時候 我就有一點點下手太重 所以沒有好好的就是暈染啦 所以我覺得我那眼妝畫的 有一點點小失敗 但是你們還是可以看到它的顯色度的表現 非常的漂亮 尤其是它的金屬色 每一個都超美 那個綠色在眼皮中間 Oh yes 但是就是我覺得光配色 就知道不是每個人都會喜歡的那種眼影盤 然後加上如果你算是比較新手的人 我也不會太推薦你買這盤 因為真的蠻容易就化髒的 連我自己就是很愛畫眼影的人 我自己那個眼妝我都覺得有點化髒了 而且其實化濃的眼妝比較不容易化髒 因為你有比較多層次可以去疊補 這個大家就是好好的思考 我個人是覺得配色非常的美 如果你想挑戰看看的話是可以試試看 還有兩盤眼影盤 今天用不到就刷色給大家看 我接下來要刷色的這盤會想看的人 其實應該會蠻少的 因為我沒看到什麼人在提及這盤 那這個是植村獸他們新的叫做 Brock 什麼go的 反正就是什麼黃金的 好 這是他們家的刷色 我個人覺得呢 就還不錯 植村獸他們家的眼影盤 顏色一直都不錯 霧面也很顯色 金屬也很顯色 但是我覺得呢 這次這一盤裡面 有三個顏色 是我自己沒有很喜歡的那種 金屬散亮片的那種質地 就是我剛剛又用 雖然用了定妝噴霧以後 沒爆 但是就是它沒有用定妝噴霧 它是會有點散狀的 但是現在越來越流行這種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齁 請大家忍手準備一支定妝噴霧 啊我個人最推薦的是Catrice 因為便宜 然後我覺得它黏度也很夠 但這盤的話 如果你有喜歡像這樣子 美美的金屬色 這個顏色特特漂亮 這個這個 喔水 剛剛刷出來就是會發出那種 的那種感覺 這個顏色非常漂亮 那這盤呢 就是看大家個人的 喜好去做篩選啦 抱歉剛剛我沒有講到 點菸汁他們還有這個 像糖果包裝的粉撲 那我就 撕一個起來用 這包裝滿有創意的耶 我喜歡啦 我這個粉撲呢 是等一下我在試色唇彩的時候 要來按壓唇部的 所以我先打開 跟大家說一下 我沒有這個東西 不好意思 接下來還有這個 這個呢大家的反應 非常的兩極 這個呢是 Etude他們家跟 Hershey's again 就是跟Hershey他們家的巧克力聯名 這次是 薄荷巧克力 喜歡薄荷巧克力嗎 拜託請在下面留言 亞當覺得薄荷巧克力 是一個邪惡的發明 那我 don't care 就是有的吃我就吃 好那我刷色給大家看一下 好的 這盤的刷色呢 也是Etude 正常發揮 那你看一下 現在這邊的試色 就會感受到 我剛剛說的大家的反應就是 哪裡有薄荷巧克力 它這邊有一個 看起來是偏綠色的顏色 但是我不知道它為什麼 刷出來是跟綠色 一丁點關係都沒有 而且其實顏色偏很淡 所以呢 我自己今天就沒有挑說 要用這盤使用 反正這盤呢 看大家就是如果想要收集這個 像是mint chocolate的這個盒子的話 我是覺得ok啦 如果說要實用的話 其實也可以 就是一個非常實用的顏色啦 然後它還有送一支這個刷子 它裡面就是有這個像 薄荷跟巧克力那種小碎片 我相信他們應該不是真的是巧克力 應該就是塑膠 好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進入腮紅的部分 剛剛的那個NAS的盤裡面是有腮紅 但這個裡面的腮紅顏色看起來非常的普通 所以我今天要來試的是這個 Fresh O2他們新的The Naked系列 你看這個腮紅的顏色 超級無敵可愛耶 我的天哪 我真的不知道這個橘黃色的顏色 上一臉上會是什麼樣子 所以當然迫不及待要來使用它 那他們這邊還有一個The Naked系列 他們的一個刷子 就直接先這樣子壓一下 它的顯色度非常的淡 但如果是上很顯色的腮紅的話 用這個刷子會很慘 顏色真的很淡耶 真滴非常的淡 淡到幾乎什麼都沒有耶 如果是那種粉色 就是你想要微微淡淡粉的話 就沒差反正沒有人看得出來 但像這種比較特殊的顏色 我覺得應該就是要做得比較顯色一點 就是相機前面搞不好看不出來 因為我連我鏡子看我都已經 barely 看到任何東西了 好吧 那我的話就來使用另外一個顏色 不好意思 上一個顏色呢是 At Nightfall 然後我現在來用的顏色是 Peace of You 反正剛剛那個顏色已經淡到不能再淡 我就直接用個顏色 這個就深很多 所以我也是要小心 這顏色就漂亮耶 還是剛剛那個顏色是要拿來暈染它的 你知道嗎 這邊這個顏色的交界處 可以用剛剛那個顏色 這個刷子有點鬆 這樣搖起來可以感受到那種卡卡卡的聲音 好 那因為我們應該是沒有其他的修容 所以我就直接把這個顏色也上在這邊 如果顯色度夠的話 兩邊不同的腮紅我還願意 兩邊顏色不一樣 看起來蠻酷的 但這個會有點像是一邊什麼都沒有 然後一邊顏色很重 會看起來有點好笑 好 那這個腮紅呢 顏色很特別 跟今天的妝一點都不搭 但是 我是覺得如果今天妝是那種 比較咖啡色調 或者是橘色調 會非常漂亮 好 那這是我們腮紅 the beauty fan 今天沒有打亮 所以我今天想要來把剛剛這個 把我嚇死的蜜粉 上在臉上 好 我就是要用剛剛的這個蜜粉 然後來到我們今天的打亮 你看 你看 它當打亮還真的很漂亮 喔 我原本想說它只要蜜粉不蜜粉 要打亮不打亮 但它打亮不錯 上一點 在鼻子這裡 鼻子有個自然的亮光 喔 而且很自然欸 美喔 結果 到頭來我還是喜歡這樣產品 但是你如果叫我拿來定妝的話 我不會 我自己不要 如果你喜歡整張臉看起來就是 這麼亮的話 那我這邊還有一個 那我這邊還有一個 bonus 這個是 之前湯日系彩妝排行榜的影片 然後它的打亮是這個 Revlon的打亮 但我買了一個淺色跟一個深色 它淺色上來的時候 跟湯發生一模一樣的事情 就是 它碎了 就是你知道 脫離它的本體 現在是退貨 然後他們還沒有寄過來 其實有一點點偏慢 但我還是想要 稍微把這個刷在臉上給你們看 我其實個人覺得這一顆 它的質感呢 是蠻美的 但是它不是那種 我喜歡的高閃型 但打亮真的很難說 有時候上到臉上的效果 真的很不一樣 我稍微上在這個地方 不知道看不看得出來啦 對它粉質算是比較粗欸 如果要跟OFRA比起來的話 它粉質是比較粗的 摸起來是比較粗一點的感覺 其實還是蠻美的啦 其實想要分享一下 因為我原本是想要分享淺色 但是就是他們就 你知道嗎 好 下一個的話也是我們今天有合作的 Perfect Diary 他們家的名片唇釉 而且你們看到了嗎 是不同顏色的名片唇釉 我跟你講 我第一次拿到他們的名片唇釉的時候 他們有前一版就是白色的那個 我就會說這個包裝實在太可愛了 但是它會有別的造型嗎 他們說以後會有 然後等到現在終於有了 你看 而且這顏色也太美了吧 就是 I love it 然後它就是這麼薄 為什麼叫名片 它就是這麼薄 超愛 那我的話 那我的話要先從 先從誰開始啊 我也想要先從兩個亮面的開始 113跟114 113是紅色 然後它看起來是紅色啦 其實我還沒有用過 那我來看看 這個是非常漂亮的 就是血色的那種唇釉耶 它的那個透明感 上一嘴巴上你們才知道 應該在手上看起來還好 其實跟他們原本的水光的那個唇釉 應該是同一個質地啊 它這個可能算是新色 他們水光唇釉的包裝有沒有是長這樣 下面還可以看到一點顏色 然後是白色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自己吃的紅色 這顏色非常的美麗 這個光澤 很漂亮 但就是一定 一定沾杯 好 水光的第二個顏色是114號 然後它是比較 再深酒紅色一點的包裝 這看起來比較偏 土色 我覺得跟上一個顏色看起來很像 但是我個人看得出來 還有偏橘土一點點 看 比較土 橘一點 到最後它都會變深 然後看起來都是有點像紅唇的狀態 但我覺得好漂亮喔 我覺得好美喔 而且這個放在包包裡面實在太不佔空間了 好可愛 那接下來我要來使用他們的霧面 我雖然不知道為什麼他們這個亮面的唇釉 外殼也是霧面的 我一開始以為他們外殼會是亮面 然後這個是霧面就比較好認 他們都有奇怪的名字耶 剛剛第一個顏色是快紅我 然後第二個我使用的是 就是綜藝你 諧音 諧音 好 那這個顏色是013 然後它是就是你 是指的是 是 就是你 喔 這顏色好漂亮 但我說的漂亮是 搭什麼妝去哪個場合都可以帶的一個顏色 但我比較失望的就是它不是它外面的這個顏色 因為它外面這個顏色就很土 很土色 我很喜歡土色 但這個顏色當然 我不抱怨 也是非常漂亮的顏色 然後我剛剛稍微把它上來這裡 有沒有看到它的顏色 非常的漂亮 但就真的很實差 我覺得我覺得我今天試到的 呃唇彩的顏色都是非常實差的顏色耶 好最後一個 看起來是有 有點恐怖的顏色 但我預知裡面應該是比這個 還有淺非常多的顏色 好剛剛那個前面那個有點染唇 所以我現在看起來唇部很有血色 但沒關係這個應該是可以蓋掉 014 好巧喔 這好像沒有什麼諧音笑話 它就叫好巧喔 該不會是咖啡色吧 好啦基本上就是剛剛的那個顏色 然後再深再粉一點 這顏色超顯白 這顏色有種上了它以後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臉上有種出現濾鏡的感覺 完美日記這一系列的唇膏 都非常的實差 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這四支顏色啦 但我就是只有收到這四支 但這四支漂亮 可以帶 接下來還有一個我自己很興奮的產品 也就是 植春秀他們家的唇膏 然後有八個顏色 我沒有辦法每個都試 我先說 我很抱歉 但他們送來的公關品 就這樣小小一盒 但是超可愛 就是很像日式便當的感覺 我其實不知道它第一層這邊寫秀是什麼意思 我說實在我聞不太到 就是紙的包裝以外的味道 但我還是把它留著 因為很可愛 然後他們裡面就是有出這個新的唇膏 他們新的唇膏形狀有變 我打開給你們看 你看 打開來 有沒有 你們知道了吧 它平常是 是這樣轉出來 然後是靠壁式的 然後這種是無靠壁式 然後他們這個質地也是新的 它上面是寫 KS 我不知道KS是什麼意思 但是我自己畫起來 我是覺得它是比較水潤一點 但是就是比他們之前出的那個水潤款 再不水潤一點 它比較偏半霧面 但再水潤一點 我還蠻形容 KS到底是什麼意思 好 那我的話我想要來試 四個顏色 下面這一排我記得顏色比較漂亮一點 好 第一個顏色呢 是KSBG963 你看 非常的漂亮 這是一個珊瑚色 我覺得裡面可能帶一點點些微的塗 所以讓它看起來是比較中間色調 有點珊瑚跟塗色的混合 這也是非常實差的顏色 而且如果你不要像我擦的量這麼多的話 應該就是平常每天出去也可以擦的那種顏色 下一個呢是KSBR784 KSBR784好像就是他們之前最火紅的那個顏色系列 看這個系列到這邊一樣還是很美 那它叫BR 我還是希望它可以就是 Brown一點 就是再塗一點 然後質地 你就可以大概看一下有沒有 它不是那種超級無敵水潤 因為超級無敵水潤 我這樣抿完之後 它還是會有一個水潤感 但是這個我抿完之後 它變得比較偏霧面一點 但它還是會沾的 有沒有 所以 我覺得應該是叫半霧面嗎 但我記得他們好像已經有半霧面這個質地 I don't know 他們質地太多了 我很混亂 好再試兩顏色 這個是 KSBR785 我喜歡這個 這顏色超美 但這是很美的紅唇啦 剛剛以上擦的這件顏色都是薄擦 會是非常實擦的顏色 這次好美 我喜歡這隻 目前我最喜歡這隻 好最後這個呢是 KSRD188 這感覺是紅色 它是比較紅 就是比較偏就是直接就是要紅色的 剛剛那幾個還有帶一點塗 這就是紅色 這個紅色意外的非常漂亮 我以為是想說就紅色嘛 那我要說一下我對他們那個新的這個膏體的 心得是 很好畫耶 它這個形狀就是非常完美的 讓你去畫就是任何的細節 比較細的地方也可以 比較大範圍面積的人也可以 我覺得我喜歡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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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那這是我們植春秀的 唇膏的部分 好最後的最後呢 我們其實是剩下這兩個Fresh O2的這個 唇釉的顏色 那我的話我只想要試一個顏色 這是它第一個顏色 喔這顏色好美 這顏色是 The Real Me 這個裸 豆沙裸色好漂亮喔 我先看另外一個顏色 另外一個是 Autumn Daily Autumn Daily也很漂亮 不要逼我 好啦我兩個都上 我先上Autumn Daily 質地非常的輕 明嘴的時候就知道 明嘴有種好像少了什麼的感覺 這顏色也太美了吧 這個很秋天耶 只是邊緣比較沒有那麼的好暈 這顏色好美喔 我覺得我等一下要上的這個顏色 沒有辦法那麼美耶 等一下要上的這個是比較裸的顏色 最後我們今天影片最後這個顏色 The Real Me 很裸喔很裸 Pretty 非常漂亮 而且它質地不是蓋不上去的 但我也不建議蓋太多層 任何的就是 Liquid Lipstick 我都不建議蓋太多層 但這個是蓋了第二層 不會直接斑剝的那種 我在吹乾它 我感受得出來 它乾了之後是完全不會掉色的 這個就是The Real Me這個顏色 非常的 非常的漂亮 這兩個顏色都超美的 調色整個就是我的菜 好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影片的部分 我希望大家有喜歡 然後不要忘了 如果有喜歡這個完美日記 他們的眼影盤跟唇釉的部分 我真的是今天使用的 第一印象就覺得非常的推 尤其是眼影盤啦 我個人覺得它眼影盤 這一盤特別好暈染 所以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那其實我們今天影片的部分 我們來說一下就是有讓我 雷到嚇到的 也不能說它雷 只能說它的產品品名取錯了 但我記得它好像在國外也是說是 Setting Powder 但這個羅拉密斯的這個 這個銀蓋的這個 買它的話 當打亮 它打亮效果非常的漂亮 因為它的粉質非常的細 所以拿來當鬆粉打亮很讚 不然就是你在定妝的時候 就是定這一塊 這個如果品名取對的話 絕對不是雷品 可能還會是愛用品 因為真的很漂亮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底妝 底妝真的非常的厲害 我覺得這個底妝是韓國的 氣墊粉餅 我個人現在第一印象 用起來就是覺得 天吶絕對可以買 但是我等一下 戴久一點之後 我在下面留言 再跟你們說 我覺得持妝度好不好 因為現在是 上上去的妝感到現在都非常的好 然後我也完全沒有出油 這兩邊 剛剛這邊是還多蓋一層妝 然後在定妝之後 看起來妝感也是非常好 所以我最後在下面會做個留言 然後說我覺得如何 好那這就是我們今天影片的部分 我希望大家有喜歡 我也希望有幫助 那如果有喜歡的話 不要忘了給我一個讚 不要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每次我有影片的話 我都會第一個通知你 離開前記得去追蹤我的instagram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好